和前妻三年没生孩子,和刘诗诗三年也还没,吴奇隆坦诚原因在他身上。 和前妻三年没生孩子,和刘诗诗三年也还没,吴奇隆坦诚原因在他身上。 说到吴奇隆,或许大家都会觉得,吴奇隆在大家的记忆中好像经历了很长时间了。 或许是因为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因为小虎队这个组合而爆红了。 那时,18岁的吴奇隆,在小虎队成员中充当霹雳虎。 如今吴奇隆已经48岁了,也娱乐圈混迹也已经有30年了。 而这30年来,吴奇隆经历了二段婚姻,在逸婚的时候,是因为拍《消失一郎》的时候,和《玛雅书结缘》。 但是两人婚姻却只维持了三年,因具少离多才离婚了。 也正是因为相聚时间太少,所以两人没有自己的孩子。 但是,之后和小17岁的刘诗诗结婚到现在,也有三年了。 只是,刘诗诗依然还是没有生孩子。 这让不少粉丝们都注急了,毕竟这个时候,吴奇隆都已经48岁了。 其实,在看看刘诗诗的拍戏档期,相信大家都会发现,这个已经31岁的女明星,正是事业发展期,停两年时间的话,如果没有积累到一定的名气资本,生完孩子后会很难再恢复名气。 确实,在2016年开始,刘诗诗就主演了《与一鸣飞转》,之后还拍了《那年青春我们正好》,《黎明决战》,《天使的幸福》,《最玲珑》,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,《何者般若》,如果可以这样爱,两年时间,作品可以说是很多了。 不仅如此,刘诗诗也参加了很多时尚活动。 而吴奇隆也是一样,2016年也是揭满了通告,《树山战记之剑侠传奇》,《繁星四月》,《我们的法则》,《一粒红尘》,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》,《树山战记二太火航歌》,《向祝幸福前进》等等。 除了演战记之外,还有唱歌,发专辑,时隔19年重回歌坛。 两夫妻难得赶上了现在发展的大号时期,特别是刘诗诗,31岁的她,还是事业上升期,更加是需要好好发展。 不得不说,原来吴奇隆是有这些难言之隐。 不过,网友们都纷纷表示,还是希望两人快点怀孕的啦。